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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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 對不對 國跟國之間就叫國際 人跟人之間就叫人際 對不對 人際關係 星球跟星球之間 如果有一天 我們跟外星人 對不對 最近不是說 美國 國會要求他們要公開 外星人墜落的悲刑器 悲疊的殘骸 那是不是真的有外星人 如果真的有 那就是星際 星際貿易 到了那一天 可能又有一些新的商業模式 對不對 現在沒辦法想像 不過我們剛剛講特斯拉 那個老闆馬斯克 他有一個火箭公司對不對 專門就是做太空旅行 或許以後真的有這麼一天 星際貿易對不對 不過我們現在沒有國際貿易 國與國的交易 達到分工生產與 互得所需的過程 那什麼叫互得所需呢 你不是要貨 你就是要錢嘛 你賣貨就是要拿錢 你付錢就是要拿到貨 對不對 或者是服務也可以 商品也可以 所以簡單說就是一個買賣過程 他跨了國際 跨了國際 跨了國際 就叫國際貿易 那我們來看第二個 國際貿易的分類 這個分類的方式 其實不同的書本有很多 但是大同小異 來我們先看他的分法 第一個就是貨物流動的方向 我寫一下 不是出口 就是進口 所以來 第一頁 第二頁 把他標起來 這個要寫什麼呢 你自己可以看英文 你看他下面說明 你視為賣方 賣東西的 那是出口還是進口 那是出口 把東西賣出去嘛 你把賣方畫起來 賣方畫起來 所以這邊要點什麼呢 出口貿易 那當然有的 輸 他把出口翻成輸出 把進口翻成輸入 也可以啦 那第二頁呢 那第二頁呢 就是買東西的 你把買方畫起來 買方 在貿易的裡面 付錢買東西的一方 就是進口 進口貿易 那他就是輸入 好 那我在旁邊畫個圖喔 賣東西的人叫出口商 買東西的人叫進口商 那一開始呢 他們先要做一件事 就是法律上叫做 有交易的合意 就是 同意買同意賣嘛 那通常 正式一點要有 買賣契約 白紙黑字 或者電子文書 的 具體的東西 的文件 好然後再來呢 貨 貨 錢 對吧 貨出去出口 錢進來 收錢嗎 進口上 拿貨付 付貨款 付錢 好 好第三個 第三個 呃 多了一個角色 他叫做過境貿易 那這 這個名詞呢 有幾個重點 要注意一下 好我們看一下講義 第一個 目的地 確定 你把目的地 確定劃起來 貨物從出口國 出貨金 第三國 比如說以前 還不能直接送到 中國大陸去的時候 我們都會從哪裡 過境 香港 或第三地 那以保稅運輸的方式 對於合定的路線 在運送往進口國 這個保稅運輸也可以劃起來 等一下我跟你講什麼意思 就是把它保下來 不再瞌睡的意思 他後面有講 貨物一直停在運輸工具 他沒有落地 所以第三國 對於過境貨物 並不瞌睡 你把它畫起來 過境貨物 並不瞌睡 這樣的型態 就叫做過境貿易 但是因為你經過了它 可能還有一些管理費 或者至少它東西停 讓你過 或讓你放 對不對 所以它這邊的裝卸倉儲 運轉等費用 還是會收你一點手續費 勞務費 那這個的話呢 如果我們要畫圖的話 就是貨 從這裡來 從一個地方 第三國 那這個 就是所謂的 過境貿易 過境貿易 那對出口商而言 是出口貿易 對進口商而言 是進口貿易 好 好 就這樣 好 再來第二種分法 叫做運輸的型態 你是用什麼樣的路線 把貨運過去 第一個很簡單 就是 用火車 用卡車 這叫陸入貿易 那重點在哪裡呢 你可以把它畫起來 適用情況 只入一方式運輸貨品 適用情況 陸地相連的國家 以卡車火車 整路上照動工具運送 你把陸地相連畫起來 那台灣沒有陸地相連 現在大家都有沒有 出不了國 就在鄰近的離島 跳島 就 離開台灣本島 也算一種 幻想的出國 叫做 海陸貿易 海陸貿易 什麼意思呢 這是最常見的 因為我們的貨櫃床 跟港口 它的量也會比較大 但它 它比較慢 但比較便宜 就你看 它是用在靠海的國家 就像台灣 只最為普遍 你把普遍畫起來 那 運輸成本第一 但出貨時間長 也畫一下 運輸成本第一 出貨時間長 那它較常見的 常見的是 標準貨櫃 櫃 那什麼時候會用這個呢 例如 日常的 日用品 或雜貨 日常 雜貨 為什麼叫雜貨呢 這是一個統稱 就反正它用貨櫃裝起來 可以裝玩具 裝化妝品 裝電子用品 一櫃一櫃 塞不滿再塞 達到經濟效益 反正走這一條路 都會用船 它的盾數可以很大 有一些貨櫃船 超級巨無霸的 上面可以擺 將近一萬個貨櫃 你看它那個貨櫃都可以當一個 檳榔攤 你看有沒有很多檳榔 它是拿那個 飛氣的貨櫃 來做那個 賣檳榔的 的店 貨櫃屋 它可以擺 一萬個 你看它船有多大 那跑這一趟 它經銷率就很高 雖然 可以想像它 運輸的總價還是很高 可是因為很 可以載很多東西 相對起來 它就便宜了 那第三個呢 它不坐船 坐飛機 飛機就貴了 但是快 那為什麼你要快呢 因為不快東西就壞光了 所以它這裡有寫 出貨時間緊迫 市場週期很短 你把市場週期短化起來 或是東西很昂貴 高價產品 那 就像我剛剛講的 現在那個 飛機幾乎都不飛了 因為疫情的關係 現在稍微好一點 前一陣子好緊張 不過現在好像 又復發了疫情 所以還是得小心 但是 旅客變少了 但是貨物不能少 這個 最常見的就是 魚 冰仙 漁獲 有的還活著的 要再活的 那有的 死掉了 急速冷凍 但急速冷凍 過一天還是鮮度會退一天 所以你要知道 他們這個 都有實現價值的 新鮮度 是有實現價值的 所以他們都搭飛機過來 搭船過來 這幾個月 這魚就冰到不像話了 那 第四個就是 我們常見的 什麼東西 淘寶網 或者跨境電商 你跟他買了之後 他寄過來給你 這叫 油購貿易 通常 量也是很少 然後再去 對不對 超商去領貨 所以這個 你有看到他寫的 講義上寫的 只以油包 有地方是運輸貨品 適用情況就是 貨品的數量不多時 你不會買一整個貨櫃 對不對 你買一整個貨櫃 他就用船給你運過來 但你沒有啊 所以他只好用油包 寄給你就好 貨物 數量不多 這方法叫省成本 但 任意正常 進出口手續 幫你包關 所以像什麼 現在很夯的 跨境電商 好 再來 第三個 第三個 第三種分法 叫交易的角色 第一個你看他的英文 叫做直接 叫做直接 其實這個 剛剛有一點 似曾相似 第一個叫直接貿易 直接貿易指的是 直接貿易指的是 就像剛剛這個圖 他沒有經過第三個人 或第三個國家 直接從輸出國出口商 直接賣給輸入國進口商 而且中間沒有透過 第三國或第三人 這個第三人就叫中間商 就是你把他畫起來 無透過中介 無透過中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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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叫直接貿易 那如果有透過中介呢 那就轉一手了嘛 對不對 我們就稱這個叫間接貿易 那間接貿易的話 又分好多種 那通常就是 你委託給一個單位 請他全權處理 中介我們就想到房屋中介 看房子很累 也不知道資訊在哪裡 找房子 跟他講一講 請業務員去找 找到了 你再跟我約時間 帶我去看房子 這樣的服務 他是要跟你收手續費的 但 大家也都願意 原因是什麼呢 不然自己找很累嘛 那一樣的意思 這個貿易的 變成了一門客 貿易事務 可見裡面的手續 確實是很傷腦的 那我如果 可不可以讓一個單位 全程一條龍 幫我處理 可以啊 這個就是貿易中介者 貿易商 透過他 來把東西去拿去賣給國外 那這個貿易商在哪裡呢 你看一下獎益 ABC 如果仲介者在出口商 出口國 就是輸出口商的國家 那他就出口貿易商 如果是在進口 進口地的地內 就是進口貿易商 如果是在 不在出口也不在進口 在其他第三國 那就叫三角貿易商 好 所以如果純粹 純粹從間接貿易的角色來看的話 就應該讓大家看看 不然 就應該給你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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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我写到这来好了 因为这个间接贸易又分很多种形态 我们往下看第二页 间接贸易的话,这里往下有写到 有一个圆圈圈写 仲介者在第三国国级内的话 按照刚刚上面的分法应该是属于三角贸易商 那可是呢 这边又分成两种形态 第一种叫做转口贸易 二十五分钟 第二个叫三角贸易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差别 转口贸易是指第三国的仲介商 自出口采购货物运之第三国 经过改变包装加工或者根本没动 原封不动 所以你可能把它画一下 包装加工或原封不动 然后呢 再将货物输出至真正进口国 甚至跟刚刚的过境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过境贸易是一定要 确定了进口国是谁 但这里有一句话 转口贸易有时是尚未确定进口国 进入第三国国经济加工之后 才决定最后的进口国 所以你把它画起来 有时尚未确定进口国 那第二个叫三角贸易 三角贸易是指 俗称媒介贸易 仲介商居买方地位 在 接到他国进口商所订的 订单后 即向第三国输出购买货品 然后货品直接由输出国运网 输出国运网输入国 所以重点在这里 这句话 货品直接 由输出国运网输入国 这句话 这样的贸易就称为三角贸易 通常 仲介商主导整个贸易 他赚到的就是差额的利润 购乱 贝乱 贝乱 好 我在這裡畫一下 不過其實這個圖可以改一下 我還是重畫一下好了 轉口貿易是什麼意思呢 出口商 這裡有一個 中間商 這個中間商就是所謂的中間 那這裡有一個 進口商 那他們呢 那他們呢 各自中間商跟出口商中間商跟進口商 兩邊互不見面 那 附訂契約 接下來呢 收錢的話 他 收給他 他 再付給他 但是貨品呢 會經由第三國 那三角貿易跟他的差別是我們剛剛有說 貨品是直接輸出國 輸出國 運送往輸入國 所以這個跟上面這個圖的差別 只差別在沒有第三國 所以這要怎麼畫呢 我先把它分割一下 畫過來一點 好了 畫過來一點 好 所以 契約也是個別塔安 貨品 貨品呢 直接 送過去 好 第三頁 第三頁 第三頁叫多角貿易 那 簡單講 多了一個國家 就叫三角貿易 不是說錯了 多了一個角色叫做三角貿易 一個中間 那多角貿易 那多角貿易的意思呢 這是第三點 多角貿易 他說 有很多地理文化民族系 需要多重仲介商 所以這個仲介商 這邊就有好幾個 好幾個 然後 我畫一下 出口上 中間上 一 中間上 二 丁丁點 然後 中間上 N 好了 不過沒有那麼多 再來這是進口鍋 可能卡了好幾層的 中介 對 那這個 這裡忘了畫錢 所以 一樣 或是這樣過去 那錢 有好幾個 中間商 多角貿易 但是有一個原因 可能不是文化的問題 是因為有一些發展中國家 它的外匯比較短缺 它透過不同的國家之間的轉匯 不過這也很 比較少見了 因為 現在相對過去 通訊設備跟相關的金融 移動都比以前來的容易 不過這也補充一下 萬一補充一下 因為我上面沒有4 好 你自己寫4 我考出這個名詞 什麼叫轉換貿易 它常為是外匯短缺的國家 因為一個國家 要做貿易 它付錢的時候 要用外匯去付 進口商 需 藉由 第三果的 中間商 來幫忙 協助 協助 不然它沒辦法 以本國 幣 完成不了貿易 幫它把它 所以才叫轉換貿易 轉換 外匯 以支付 出口 上 之貿易 形態 那這個情況呢 當然也其實也跟三角貿易 或多角貿易很像 只是它們的原因是因為 由它來牽線 那為什麼呢 因為出口國 進口國 進口國 因為文化 地理 很難搭得上線 剛好它收它 它收它 它們兩個又 互收搭上線 就是透過它 透過它 這種東西就賣過去了 那這邊的原因是因為 它沒有外匯的 轉換 所以它需要有一些 專門的仲介來處理這樣的問題 好 所以仲介會存在一定有原因 對不對 比如說 金融仲介 就是銀行 那我今天想借錢 對不對 那我今天有錢想借人 我不知道誰 安不安全 人在哪裡 雖然現在有所謂的網路集資 或者網路借貸 一個新型態的金融科技 正在成型中 不過傳統來講 我們就是透過銀行 把錢存進去 請啊 再怎麼樣 再去借給別人 那 這邊也是一樣 好 透過仲介 轉手之後呢 東西才能賣得掉 那我們來看第四點 第四點是 交易型態不同的分類 第一種最簡單 只單純的定出口交易 即出口商自行購料 生產產品之後 來做行銷賣給定口果 這是一般最普通的交易型態